心話 走在路上的時候呢 遇到了一位老翁 老先生 他應該是抓了一隻魚 要拿出來賣 那聽說呢 他很傷心 為什麼他很傷心呢 因為他有一個 唯一的跟他相依為命的兒子 往生了 他不但很傷心呢 而且有點怨天尤人 覺得說老天爺竟然 把他的唯一的孩子帶走了 現在他還必須到河邊去抓魚 來賣 佛陀跟他的弟子經過的時候呢 佛陀知道這個事情 就叹了一口氣 那他的徒弟有發現 欸 佛陀叹了一口氣 走著走著呢 又看到路邊 有一隻狠 全身沾滿了泥巴 很骯髒 很臭的一隻豬 倒在旁邊 那佛陀看了一眼 這個豬又叹了一口氣 他們脫波形化回去之後 這位徒弟呢 就問佛說 佛啊 為什麼 在外面的時候 你看到了那位老翁 拿了一條魚 還有路邊的那個 倒在路邊的豬 你都叹氣呢 大家都知道 佛有宿命通 他看到我們 他大概可以知道 我們過去生造了什麼業 曾經在哪一道輪回 佛就說啊 這位老先生呢 他只有想到 他自己的兒子往生了 他很傷心 很悲傷 自怨自愛 怨天尤人 他沒有想到說 他抓了人家的魚 他抓了河裡的魚 河裡的魚呢 也非常的痛苦 要生不能 要死不得 他沒有想到 這個就是我們凡夫的魚吃啊 接著佛又說 那那一條魚呢 其實他的過去生 他是一位天人 他在天上 想盡了所有 他應該想的福報 福報盡了之後 因為過去生 跟水族類的因緣很深 他就馬上墮到水族 變成了魚 去受爆了 佛陀就說 我是因為這樣才叹氣 那他的徒弟就說 那那一隻豬呢 佛陀就說 那一隻豬 過去生 是一位 富有的 很富有的富翁 富人 富翁 家財萬貫 過著非常豪華的生活 可是呢 他對待人 非常的吝嗇 非常的苛刻 從來不會替別人著想 所有想的事情 都是自己 動不動呢 就會發脾氣 咒罵別人 所以當他 在那一世當中 不但沒有修善業 還造了很多 不應該的惡業 因緣成熟的時候 他墮落成 一頭豬 倒在路邊 我是因為這樣而叹氣啊 各位 我們有時候想一想 我們其實 不知道過去生 自己曾經在哪一道 輪迴過 但是 無論我們曾經在哪一道 輪迴過 我們都有 修善 一定也有造惡 那修善的地方 本來也是應該 我們的本分 應該繼續保持 可是造惡的部分 今天 今日 到場 同業大眾 既然是有因緣 大家聚在一起 我們好好把握 在這一柱箱當中呢 再把心安住下來 好好的觀想 希望 過去跟我結怨 造惡業 傷害的眾生 還有 所有 因為 水災 地震 瘟疫 戰爭 山崩 干旱 火災 等等 等等 這一類 罹難的眾生呢 大家都 有機會 能夠見佛光明 得到療癒 得到清涼 往生淨土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阿彌陀佛 再來